我們一個門牌就是我們先生的園 為什麼他取名的原因 跟在這裡一個就是說 就是我們一個建築人 跟山上可能路過一些人 跟他們的一個節約 那這個的話他晚上是會發光的 那我今天就是為大家介紹 導覽一下我們園區每一個樹 都是有一段他自己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園子的樹都是 彭先生他去世界各地去收藏回來的 我們最遠跑到南美洲 那近一點我們有日本 那我們都是從國外把樹木就是 進口回台灣 那樹木的話就是他在國外 就是進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不能帶泥土的 所以呢我們樹在國外的時候 我們會去把它先斷根後 會去把它土全部洗掉 然後塞一個自立的一個水苔去保濕 然後讓它傳運回台灣 那像我們從阿根廷回來的樹 最遠回來的傳奇就兩個月 那它這個是一個非常大一個工程 因為樹木本來種植在土裡 你今天要把它移植回來 其實風險性很大 所以呢其實我們這裡的樹 大家都能看到就是 它能從國下來又長得健健康康的 其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看我們前面這一棵 這棵是我們公司的正店寶 那這一棵它是300年的日本黑松 那黑松的話它是真葉樹種 就是有時候我們去摸葉子會有刺刺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真葉樹 那一般植物的葉子會有分很多不同的特性 像有闊葉有山葉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 那我們一般去欣賞這一棵樹它有300年的歷史 那就是它在日本的時候是歷經了七代人家 然後呢我們就是一直去跟它訪談 一直訪談就是拜託大家就是願意把這棵樹就是割愛給我們 因為它樹長在它日本一個小小的空間就是 它的枝都已經擋到了就是對它生長其實也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是說我們用一棵樹跟你換一棵 然後回來台灣後我們每年都會去拍這棵樹的照片 然後去紀為那個日本老先生就是讓他看這棵樹在台灣 就是我們把它照顧得很好 那我們大家可以再往這邊一點點看 就是我們一般怎麼去欣賞一棵松樹呢 就是我們會去看它的老態 因為樹就是我們會去看它的樹形 像這個樹每棵樹都有它的一個正面 那這個樹的正面就是這邊這個位置 這位置看過去的時候可以看到它整個幹生一個骨幹 就是一個蜿蜒這樣上去 那我們可以再看它的樹皮 它外面的樹皮就已經有七八十年的歷史 一樣再對比旁邊那棵日本黑松就是 你可以看它的皮的厚度就差很多 那就可以顯現出就是這個樹 它的老態跟它的一個價值所在 那樹的話我們欣賞就是除了它的幹生 它的枝條 它的葉子 那有些果樹我們可能看到花或是果實 那都是去形成一棵樹的一個美態 那這一棵就是我們公司 大家就是所謂的三百年的黑松就是這一棵 那我們再看對面這一棵 對面這一棵的話它是真伯 真伯的話它是伯木類的樹種 像今天在大院有介紹那個一球一球的那就是龍伯 那龍伯是它的親戚 他們都是伯木科的 那真伯的話就是 這一棵我們已經去修剪過後 已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 它才變成像現在這樣子 因為它本來不是長這樣 它本來也是像聖誕樹一樣就是往上這樣去串 然後我們會去殘老鋁線去雕塑它 然後去把它雕塑成我們想要的棵心 然後再一年一年的去修剪它 它最後才會變成這樣子 那等一下會帶大家看就是說 有殘老鋁線的樹的時候 它的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那真伯的話就是 我們去欣賞它的時候 它會大家看就是它把它做成是一棵一棵的 那我們一般樹的頂層我們會把它稱之為天 那我們在做修剪的時候 我們會從天就是一層一層去修剪下來 那它這樣的話就是大家看起來會很像就是 像山卵一樣 就是一層一層綿密的綿密 像我們可以看到那邊 它陽明山的山系 我覺得感覺它 它的山好像是一層一層的 就跟這棵薄樹一樣 去做一種意境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大家可以再往這邊請 我有雕塑的 就是其實我們仔細細看的話 裡面就是還會看到就是這裡有去剪 我們這個樹都是纏了 以前就是跟牙齒帶那個矯正一樣 就是我今天把它固定了 然後慢慢去調整它的位置 那它樹的話就是 它今天說我把它今天凹過去 是因為它這個樹就是它的韌性比較強 如果像今天一些枝條比較硬的樹 你把它一凹 它其實可是有時候 那一弄它有時候就很容易斷掉 那真伯的話它是可縮性比較高的樹 所以我們才會去雕塑它 那當它裡面就是我把它定成我用的形狀後 它裡面木質布硬化了 然後呢就是過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我們就把它鋁線去拆掉 然後每一年不斷不斷去調整它 就是一年一年的去修整維護 我們再往這邊 為什麼我們樹都會有白白的地方 那它白白的地方我們大家往這邊看 它白白的這個它叫色粒 那色粒的話它是把樹就是 活的枝條 我們去把它把它皮剝掉 然後拿雕刻刀去雕塑它 然後呢最後會去上一層石灰硫磺 讓它去保濕風乾 避免就是枝條的腐朽 那它這個叫色粒 就跟佛教的色粒子的那個色粒 是一樣的那個色粒 那它這個的話就是要仿大自然 像玉山有那個玉山原波 然後它可能被雷擊 風吹日曬雨淋 它一個自然風化 那我們經過人為的一個雕塑 去把它塑成我們想要的一個型 那大家可以看說其實 它這個乾屍的枝跟這邊活的 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那就是因為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個植物 在輸受養分的時候 是從外面任命部去輸送一些水分 拿來養分 那就是它師傅會知道就是說 它這個水線是怎麼流向的 那我就把它另外一邊把它剝掉 然後去雕刻 所以不能亂拿家裡的植物自己去試 因為這樣不能保證說 你可能傷到它它回去 可能過一兩週它就會死掉 就死給大家看這樣 對 然後呢對面那一顆它也是增薄 那這一顆的話就是 要讓它看起來就是被風吹著的那種感覺 然後根腹那邊就會去呈現一種 它想要抓到一種生命力的一種呈現 然後這邊我們同事在修剪的這一顆 它是日本的山茶花 茶樹 那就是跟那個香奈兒的那個 白色的那個山茶花是一樣的 它就是每年到年底的時候 它會開很漂亮的白色山茶花 那這個的話在日本我們稱它就是富士之風 因為它白色的花朵就很像富士山山底上 就是它白白的那個雪的那個感覺 那它這個的話就是它是開蟲瓣的 那就是我們像我們台灣會比較忌諱白色 可是他們日本人剛好是相反 他們喜歡白色 就像他們婚禮的時候包的是白包 那跟我們台灣剛好是不一樣 對 那對面這一顆的話它是開桃紅色的 那這一顆茶花就是我們在顧的時候就是 是讓它隨便去長的 等一下我帶大家到前面看就是 看就是經過一年一年去教樹的茶樹 就是跟這種長的野樹的差別 等到我這邊請 這一棵樹這邊看得到嗎 這一棵 這一棵 它就是個野孩子 從小沒有爹沒有娘 在街頭長大的 沒有受教育 它就是個野孩子 這一棵呢 這就是個大家閨秀 從小到大 琴棋舒嬅樣樣精通 從小樹苗開始 就是人工去雕塑它 把它的樹形整出來 把它整出來 所以這是一百年以上的光陰 一百年以上的光陰 多少的人工啊 還可以把這個樹樹變這個樣子 那個地方就是野樹 樹木類有向陽性 每年的春天它長新的枝芽 它行光合作用 會往陽光去往天上 天上竄 所以不是不會壓下來的 這都是人工把它做下來的 那我們做這個意見是什麼 就是希望我們在模仿 剛剛有講到 像它這樹一樣 它就是在一個山峰上 在懸崖那邊 被颱風吹倒了 吹倒了 那樹木還是有很強的韌性 就算倒下來 根都跑出來了 它還是會把它再活回來 它倒下來 倒下來就倒下來就漂亮 那這個樹木 就是模仿這樣 它是經過歲月的累積 不斷的 新的枝芽長出來是軟的 冬天的時候日本會下雪 下雪會把這個軟的枝芽壓下來 就會變成一桶一桶的 再模仿那個陰莖 這可以很明顯 這樹根照顧一百年 我們買就買它的時間 這有多少的人工 多少的人照顧它才有今天這個樣子 那坐在這邊就很明顯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野孩子 沒有家教 這就是有讀書的 這台大人 哈哈哈哈 大家比較一下 大概那個想法 感覺是這樣 就是有看到台灣的羅漢松 跟日本羅漢松的差別 那羅漢松為什麼它叫羅漢松呢 是因為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看起來就很像 就是一個羅漢 就是頭圓圓的光頭 然後它的手有點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把它取名叫羅漢松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種子 那它現在每年是到它的季節 那再過一陣子之後 它會變成說就是 它這邊有一顆會變成是紅色的 那紅色裡面有帶有就是水分 那它今天種子掉到土裡的時候 它就有點自己帶那個營養午餐那種感覺 就是它就吸裡面的水分 它就去抓土壤發根 因為像有些種子它掉到地上 它可能要剛好被土覆蓋 或是雨水水分足夠 它才會去發芽 那羅漢松就是 它自己就帶一個午餐的那種感覺 那它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定期的去修繩 因為現在是春天 植物在生長最適合它的季節 就是春天跟秋天 春天會爆春芽 然後秋天會爆秋芽 那因為夏天它太熱的時候 植物會長比較慢 太冷的時候 植物休眠 它也是長比較慢 所以呢春天跟秋天 是它最適合生長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看它這邊 就是翠綠的這種葉子 都是它的新芽 就是新長出來的葉子 那比較深綠色的呢 就是等於說它去年長的葉子 那我們就會稱它是老葉 那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每一棵樹 它都有自己一個獨特的味道 那在搭配造景的時候 它看起來的韻味又會不同 那我們可以再往那邊就是遠處看 後面那兩棵也是增波 它剛好就是做一個對比 就是一棵像往這邊 一棵往這邊 剛好去做一個園景 然後再搭配草皮的一個景色 那我們整個園區 就只有這邊一半 是可以讓外面的車子 經過的時候去看 因為很長就是會有車子 又停下來 就是想爆衝進來 你們這裡可不可以參觀 可不可以看 那我們這裡沒有 就是平常是不對外開放的 一年只開放四次 就是可以到 他們會到我們的FB 然後去申請預約 然後才來山上就是我們跟大家去結一個 樹與他們的一個緣分這樣子 所以平常這裡他們是想進來 是進不來的 這也是我故意的 我故意把這半邊勒 做成半開放的 讓人家看得到進不來 可是那邊勒 是我自己要喝茶的地方 我需要隱私 所以那邊我把它蓋起來 大家看那棵樹 那棵樹都超過一百年了 這棵樹我們已經種了五六年了 再加上它原本的時間 這棵樹起碼已經十歲了 這個跟那個茶樹是一樣的 這已經十歲了 要長成這樣 你們就要去 那需要多少裝呢 這已經十歲 你十歲了 這就是野樹 好不好 這就是野孩子 那我們大家再往外 好 栽培它 看會不會補到台大集 我們再往外 從事外面 第一家那一層啊 那一塊啊 這只有七十年以上 七十歲以上 這也是可遇不可求 可遇不可求 我那一顆是開粉色的 這顆是開粉色的 這顆是開粉色的 這顆是叫白日紅 它從下個月開始 年紀開花大概開三個月 這叫做白日紅 那也叫猴不爬 因為它的皮 它的腳皮很光滑 頭子也跑不上來 這叫猴不爬 然後旁邊戚風蛋糕的漆 那我們一般說去日本去賞 紅風紅風 其實是去日本賞他們的處數 那為什麼他們會去分處數跟風數呢 是因為它風最早是源自於唐朝的時候 就是他們日本派遣唐使到唐朝去學習一些唐朝文化 然後那時候他們去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就看說 他們的風數怎麼跟他們國家不一樣 就以為說他們那個是風數 所以他們自己國家就是稱處數 那就是它名字上差別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再去分辨的話 就是風數的話它的果實是球果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地上看到有刺刺的那種果實 它是風數的果實 那處數它的果實是長刺果 它刺果就是一顆種子 然後後面又看起來有點帶一對翅膀那種感覺 那它有時候可能經過一些風力啊 或什麼可以讓它種子去做一個風力的一個傳播 對 那處數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它的葉子 就是像大家看這種有點紅棕有點帶黃的 這個是它的新長的新葉 那就是它再過一陣子它長大後 它就變成整個是綠色 那秋天的時候只要天氣夠冷 它就會整個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新紅色 那處數它是落葉樹種 所以到冬天的時候 它又整個就是葉子全部掉光光 就是光吐出一顆 它就一年四季它都有一個不同的一個變化在 那就是我們可以再看它的葉子 有句話就是說它綠葉子是畜生一對 它的葉子就是一對一對 我們可以看它就是這邊是 這邊都一對一對的這樣子去長出去 那跟我們一般看的那種 風葉像加拿大的一些風葉 它就是這樣三三片的 是一個有 你可以看它的樹葉是一對一對生的 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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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 所以叫醋生一對 不是三風五醋 醋的葉子是對生的 然後蜂的葉子是護生的 叫護的生長 叫做蜂 這是醋 不一樣 所以很好記 很好記就是一句話 叫醋生一對 醋生一對 好不好 醋生一對 你再往這邊請 那這邊這一顆 它是雙幹黑松 那雙幹黑松的話 我們就稱它是夫妻樹 就好像一個夫妻棠的兩邊 那就是今天我們在做植物 在種植的時候 像桂花它是灌木 那我們要把灌木去種成僑木的時候 就是多幹的變成單幹的 那它就是價值就會非常高 那當我們要把僑木 種得像灌木一樣的時候 這就是它的一個難度所在 那今天當我們知道這個樹 它可以長成這樣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去控制它的養分輸送 因為樹的話就是 它跟我們人一樣都是活的 它今天養分在輸送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不見 可是其實它裡面都在流動的 那如果說今天它可能 右邊比較強 那左邊比較弱 它弱的地方 養分就一直被牆的那邊去搶走 所以我們就要去把 牆的那邊的養分 去把它擋掉去做修剪 那養分才會回流回去 到比較弱的那邊 它舒適才會去達到一個平衡 它才會兩邊穩穩的這樣生長 那有時候就是 像家裡可能種一些植物 它可能曬得到陽光的那一面 它就是長得比較好 曬不到的那一面 它可能就開始乾枯 就是開始越來越虛弱 因為植物它就是有個淘汰機制 它今天它覺得不好的地方 它就會一直把它養分去抽走 那那邊就會形成一個淘汰枝 那淘汰枝一般就是 我們在樹木做修剪的時候 都會把它那邊去除掉 所以這棵樹簡單的講 我們就必須要每年度每年度 去不同的時候去養它 如果今年我們是養六手邊的話 那明年我就放在左手邊去生長 讓右手邊只要剪短一點 讓它把養分往左手邊送 那再過一年再把左手邊修剪 再把養分往右手邊送 讓它每年每年交互去長 這棵樹才會平均 它剛剛講了嘛 這個僑木長得像灌木就值錢 為什麼 因為僑木它自然的機制就是 不要那一邊它會自然淘汰掉 它會只留下一邊來生長 那你看它兩邊都生長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人工的技術 去讓它輪流長 輪流長 所以這棵樹這個大小 同樣的這棵大小 要兩倍以上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棵樹養到這麼大 因為它兩邊去生長 如果說你是單一幹的這麼大 譬如說這棵樹就會這麼大 可能是需要五十年 那如果它兩幹的那棵樹 就要超過一百年 因為它輪流長 它不是所有的養分都放在一起 它就是有一餐每一餐的 大概就這樣概念 好不好 所以這個樹比較少 所以它剛剛講的很簡單 什麼樹值錢 當這個橋木長得像灌木 它就值錢 當這個灌木長得像橋木 它也就值錢 因為就少了 我們在公務所那邊 看到有開那個紫色很漂亮 很漂亮的花 那就是百日紅 那百日紅的話就是 它會取名叫百日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花期百日左右 就是會開三個月 現在六月它一直開到差不多九月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百日紅 那我們這裡百日紅它有開 今天是看到紫色嘛 這裡有兩顆是開桃紅色的 那它配起來的時候 那個花的感覺就是 層次感又不同 那它在台灣的話 我們是用台灣叫九瓊 然後我們會去架接它的枝 去架接紫薇 然後它才會去開到 就是我們自己想要的那個花的顏色 因為九瓊它開的是白花 對 那它這個在大陸的話 我們就稱它就是稱猴不爬 因為它就是表皮很光滑 或是想要爬上去的時候 就是它爬不到最上面 然後台灣的九瓊是單瓣 這是雛瓣 紫薇是雛瓣的花不一樣 花不一樣 台灣的九瓊是單瓣的 沒有這麼討喜 要窮九次 所以台灣認證 可是台北利寶中 還是很有錢 然後我們也可以再往旁邊看 那個是台灣最大顆的日本螺岸松 那就是這麼大一顆樹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 要從日本把它挖出來 然後還要再塞進貨櫃 然後再回來台灣 那就知道它是一件多大 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再看就是 我們這裡的螺岸松 就是旁邊白白的 這個看起來黑黑的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的樹的螺岸松 我們都會去洗它的樹皮 把它就是樹它可能身上的一些青苔 或是一些比較不好的一些東西 用高壓清洗把它洗掉 旁邊這一顆呢 就是讓它去保留 它原本從日本回來的一個味道 就是跟旁邊去做一個對比 我們把它洗掉的話 它才會漂亮 樹幹很清楚就是樹幹 樹葉就是樹葉 如果沒把它洗掉的話 樹幹就被樹葉吃掉 就是零七個層前 這個也是現在重量 在那裡的問題 為什麼要去洗它刷它 因為它原本這樣就黏在一起 所以它不知道它怎麼會變成 然後我們就是說 樹幹就是樹幹 樹幹就是樹幹 樹枝就是樹葉 樹葉就是樹葉 然後就很漂亮 因為它把手褲子看起來 這樣就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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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吃掉了 它跟警告說 就是拆起來會有那種綿密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刺刺的 那會刺刺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定期力不斷去修剪修剪 然後維持在一個四公分的高度 這樣拆起來就像高爾夫球場一樣那種感覺 好現在我們大家可以靜靜的聽聽看一個聲音 它这个跟土城接待中心一样 就是它这个叫水禽 那我们是请一个日本师傅 他来台湾去帮我们做设计的 那光调整它的音色就花了四年的 不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那它这个话就是 我们底下有埋一个翁 然后翁的底下有一个水盆 去让它积住水 然后那水滴顺着一个洞口上面 流下去滴下去的时候 去产生一个回音 那翁的旁边呢 我们用石头的肩面去顶着它 去调整它的音色 然后这样才会听起来 会有一个滴答一个共鸣声 我给大家可以静一点听一下 它那个水禽的声音 那它这个就是 像日本战国时代的时候 他们武将出去打仗的时候 然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家的庭院 就是会想要去放松自己的心情 然后就听着这样一个琴声 然后就让自己会比较放松 那它这个刚好跟我们这个茶屋是 等于说这里有一个声音 然后声音会到里面 就像一个环绕一个音响 就是今天当客人来坐在茶屋的里面 他可以放松心情 泡茶 然后看着户外的景色 然后听着一个水禽 请了一个琴声 然后在里面一个环绕 就是我们设计好了 所以我们设计好了 对以前的行为 就知道我以前看到他 所以各位对宾亲 我们点钱准备开始 点钱是指日本茶道中的流程 在日本茶道中 负责刷茶的人称作亭主 旁边的助手称作半灯 而这些器具我们在雪屋 都已经事先清洁过了 为了表示对各位贵宾的重视 所以我会在你们面前再清洁一次 首先我们清洁的是茶枣 前半段表示各位贵宾 后半段表示停煮自己 而茶枣是因为外形像水果的枣子 因而命名 接着我们擦拭的是茶勺 然后清洁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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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茶线也是有助于软化茶线的碎 最后清洁茶碗 先用日本字的一擦拭碗的碗边 再用日本字的一擦拭碗的碗边 再用日本字的一擦拭碗的底部 各位可以开始想到喝果汁了 你们可以先吃现在桌上的甜点 现在开始为各位刷抹茶 现在开始为各位刷抹茶 好 那这篇小朋友要为各位演示一下 要如何喝抹茶 那首先我们先用右手的食指跟拇指 接住茶碗 那再用左手突住 记得为各位进行最后的清洁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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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